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今天的欢喜自在 直播中有杨沛恩 欢迎我们永固法师 朝圣回来 欢迎师傅 阿弥陀佛 悲铁同学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华师傅 我见到你发气充满 我相信今次朝圣之旅 师傅又得到很多启发 还有很多感触 我刚刚在心灵花园里面 亦都听到很多宝贵的资料 不如我们现在欲罢不能 继续延续好吗 可以 你要听哪一部分呢 首先师傅 有没有帮我们 文后 慧遣法师 还有阿宝教士 本文师姑 所有所有这些老朋友 南格师兄 都是有 还要邀请他们来 是啊 真的很挂念他们 因为实在 跟着他们去朝圣之旅 亦都真的获益不少 今次我听到师傅 在菩提加亚那里 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亦都在那里 亦都可以做到一些法会 不如在那两天的流程里面 和我们复述一下好吗 今次遇到两天 停在菩提加亚那里 最主要是有一天一夜 帮他们传授八观齋戒 上午在佛陀圣道的 菩提雪下手戒 不过今次遇到 很多各个国家朝圣的团体 感受到佛国 很多国家的人在那里 都很不容易才能找到一大地方 我相信都很难找到 因为我们的团队都有25个以上 29个 29个 阵容很大 我们不是大 我看到有斯里兰卡的人 差不多200个人 哦 是呀 哇 很大队人 其他国家都有人 是 大概是因为朝圣的季节 按着天气转好 所以大家都陆续都会去 十月的天气 其实又不是太热 又没冰 上午是仪式 下午我觉得今次比较 因为时间充足一点 就跟他们讲五界 和八观齋戒 这八跳戒的关系的内容 另外因为 刚刚就 我们的团圆之中 有几个 我刚刚从中本身受了五界菩萨戒 哦 他们对于菩萨戒 想进一步再听 更详细一点 所以我就 斯浩就为他们开示 是的 哇 好宝贵 六中二十八卿 每一条都重新讲一次 嗯 当时你们是挂单在印度佛学院 是 那又要问候一下佛学院的同学 怎么样 进度怎么样 师傅 我之前也跟王伟分享了 我说我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为表演节目 是的 那又带过了 那节目越来越精彩了 听说今次有上升了 那是三咪那里 三咪那里有上升 是的 女众这里 他们是一条人道母的 哦 唱歌又越来越好听 他们之后用我说几句话 我们一开始就唱了一首歌给他们听 嗯 那个是我以前要怎么说 在台湾听的 现在唱 現在是長的,我還是用說的好 意思是那首歌叫《西方的畫》 去年我來看你們,你們適合生棉袍 今年我來看你們,你們變胖了,變高 總之有很大的感觸,小朋友大得很快 師傅當時真的有感而發 因為我見他們有出了一本書,就是女仲佛學院 出了一本書叫《大樹下的老師》 就是印度佛學院女仲這邊 他們除了自己平時會在學校讀書之外 還拿出星期日半天去做小老師 是的,在大樹下 他們教的對象是什麼呢?是哪些人呢? 就是我們的鄰居 小朋友沒有去讀書,去做黑衣 那裡的院長是廟宣法師 他就說,他起初是扮大人的教育 後來發現,他們來一次兩次 越來越少人來 原因是因為他拿不到東西 所以他想 寧願去黑錢,黑東西 就不坐在教室上課 學東西 要轉變他們的觀念 直接跟他們說困難 不如就教他們的小朋友 是 就給一些年紀差不多的 我們佛學院的學生 去做小老師,去教他們 他們前一天,星期六 我看到有一段時間 他們在那裡討論 原來是討論教學方法 他們製作教材 自己製作 就說,這個心好 我們用長的,怎樣長 我們用滑的,怎樣滑 邊桔,怎樣 就一定要他們記得 還有去做 我相信小朋友都會很有興趣 還有父母都應該有感應 就是小朋友學到好 然後回到家 他跟爸爸媽媽說 不可以這樣 我們要注意衛生 我們要怎樣 教爸爸媽媽的生活常識 他們說,小老師說要有禮貌 很好 我們的小老師功德無量 這個是女眾這邊 他們在佛陀佛街 在德里那裡 是我們的三醫學院 現在有多少位三醫 六十位 六十位 也看到他們 我真的覺得佛教在印度 充滿希望 非常好 因為他們一年年這麼大 我四年前 還覺得 這麼多 什麼時候會大 很快 很快 四年看到他們 哇 真的大人一樣 已經 比丘的那個 那個 那個法相出來了 真的 很期待他們 很快 就會復興我們印度的佛教 始終佛教都是來自印度 我們都寄望他們很多 我相信我們大師更加期望 他們聽說這批小三尾最近都回總半山 和師公會面 對嗎 其中有二十幾個 他們扮到護照 簽證 就回總半山 是的 他們還要簽證才能出國 是的 都有聽他們讀自己的寫給師公 我們叫師父 是他們的師公 是的 他們就回來寫日記 就好像寫信 師公我們很感謝你 甚至其中他們寫說 原本想說有沒有機會跟師公說話呢 但都沒有想到 師父是請他們吃飯的 對他們來說真是 真是好像 不知道怎樣形容才是 那種這樣的歡喜心 我們都很想 所以對他們來說 是很大的鼓勵 是的 師父還送給他們幾句話 要他們記得 第一句 我要終身做和尚 第二句 我要復興印度佛教 我要安住身心 我要怎樣 在剛才師父 我們錄音之前 也有顯示給我們看 你在手機裡拍了幾封信 當中的詞句 也非常感動 因為小朋友 經過遺險法師和教士 其實他們真正在吸收 他們自內心感動到佛光山對他們的栽培 對他們有期望 我看到他們最難得的 他們的善根 我覺得他們都是發源來的 因為他們是在學習的過程之中 他們認識到人間佛教 然後他們發源 要復興人道佛教 要全容人間佛教 那種理念是很堅固的 是很肯定的 說到人間佛教 師傅 我也感覺到師傅 因為師傅這次帶朝聖團 已經第四年了 我也第二年跟師傅去過 就是說 這四年來 今年師傅你的感觸是最多的 跟這本人間佛教佛陀本 有沒有關係呢 直接關係 是 其實我看到這本書 怎麼形容呢 我覺得好像幫我做一個聯貫 和打開另外一個禪門 我相信這本書 應該在我們之後的單元 要再講一下 要慢慢講 我直接講 會令人開悟的一本書 明白很多 肯定很多 我都很期望這次我再去 因為看到這本書 讀完思考過 和大家分享過 之後再去 我覺得一定有些不同 所以我以前去幾個城地 我真的 每次林格華都不知道怎麼辦 第一次他都嚇到余中法師 他說 之前你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後面怎麼辦 那師傅就負責哭 余中法師就負責解釋 我很多悲傷 很多感觸 事實上 事實上 都會很感動 但這次有什麼不同 我跟自己說 我必須要跟佛陀說 我會很勇敢 因為我已經真正明白佛陀的意思 所以我會很勇敢 不只是感觸 我相信這本書 令師傅更加容易在印度 或者尼泊爾這些聖地 印證到佛陀的本位 是 講起這次朝聖的地域 包括印度和尼泊爾 我也在我們剛剛有機會 和師傅節目之前 在交流的時候 也聽到師傅在尼泊爾的感受 非常非常深刻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 師傅我們重點說一下 在尼泊爾那裡 你發現了什麼 你從來以前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好嗎? 大家不要走開 所以我會想到佛陀爾是 幸福西人的避難 教師偉人的避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佛光会 多伦多协会将于12月11日星期日下午2点 召开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同时举办人间学院结业典礼 展现学员们一年来丰富的学习成果 并表扬佛学会考成绩优异者 欢迎佛光会员 人间学院学员 以及大众参加 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 今天的欢喜自在节本室有永固法师 和我们回顾刚刚完成的印度朝圣之旅 也有我杨佩恩在向师父请法 刚刚提到朝圣之旅包括尼泊尔 听说四次的朝圣有两次师父会去尼泊尔 上一次我也有去 当时我记得师父你说 佛教在尼泊尔反而显示气氛比印度更重 但是今次似乎师父你发现了什么 和你当时的体度有点不同 如果要说佛教的气氛 始终尼泊尔是高于印度 印度可以说是八大圣地 佛陀的地方才是佛教的气氛 其他的周围是没有的 尼泊尔因为我们第一个会去佛教出身的地方 原本是在印度的 后来因为英国就把部分划分给尼泊尔 都会去Rumbini这个佛教出身的地方 当然之后就会去到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 就是首都这个地方 我看到很多主要是走在路边的人 他们都会拿着一个转经轮 或者念珠 而且走到哪里 全部都是一组组的佛塔 所以就觉得 哇 这里真的是佛国 很多修行人 不只是出家人 全家都是这样的 是是是 就觉得那个氛围很好 是是 这次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在印度的导游 我们每一年都指定是他的南格 南格师兄 他知道原来我们有位佛江山的师姑 他是尼泊尔人 是 本文师姑 是 本文师姑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有导游的证 导游证? 是 他不是教书的吗? 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 在那里教书 我都问了他 我都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拿个旅游证呢? 我就说你不是老师吗? 你有兼差什么吗? 他就说不是 是因为他去教书的时候 他都会去附近的寺院拜佛 叫做黄金寺 这个都是世界会的 是著名的寺院 但他在拜佛的时候 他就听到那些导游 乱说一些很离谱的话 都是带着朝圣团的 是不是朝圣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一些游客 大家导游又不是很正确的知道 他说出来给那些游客 世界各地的游客听到 都是很离谱的 说这位就是观音菩萨 这边就是他的第一个 大老婆 第二个老婆 什么什么 乱说 那些游客又听了 相信了 就误道了 所以师姑 因为他是佛教家庭 他跟他们说 那导游就说你是导游吗 就挑战他 我是导游 你不是 他们要听我说 所以本文师姑就是不分泌 真正去考个牌 令到他有资格 就说出正式的游游内容 是的 非常好 这样的行动很好 他去上学去救书 他每天都带着游游 必要时他就拿他的资格出来代言 真的要为佛教做代言人 他不止是这样 他在车上帮我们说的时候 他说 这次在尼泊尔 由本文师姑亲自导游 是的 好羡慕 因为上次我第二届去朝圣的时候 我也有跟本文师姑见面 他只是片段 他是礼貌上出来招呼师傅 和我们大家的佛光人 他就少少介绍了 带我们去喝茶 但是这次他 当时有请了尼泊尔的导游 是的 他见有导游在那里 所以他只是补充一下 武功太多 就是尊重他当地的导游 但是这次他亲自导游 真的非常好 就是那次南格先生知道 原来尼泊尔姑有导游 所以不用找其他人 我请他直接 更加好 因为大家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本文师姑和南格师兄 两位导游 其实都是从我们佛学院 总本山 台湾总本山的佛学院毕业 所以非常有正信佛教背景 师姑今次帮我们 除了介绍一些重要佛教的地方 对于尼泊尔佛教的发展历史 他从过去佛教国家 然后差不多二三八年前的国王 他是信仁道教的 他就灭了佛教 这段我就很惊奇 五百年前 二三八年前 一直来 所以有七二八年前 佛教在那里是没有的 真空旗 而且变成有些很迈信的思想 可以说借用佛教的名义 然后做的全部都是很邪见的 错误的那种迈信 就告诉人们这些是佛教 其实做的事完全和佛教的理念是违背 这些一路一路传来到现在 所以本文师姑他还用写书 去导致他们 师傅有没有带了一本回来 这次有没有 但是他写的是什么文 尼泊尔 尼泊尔文 我们都不懂得 他说是尼泊尔文 而且可以说是原住文 都懂得看的 这个都很重要 地方的文字 他特意写给他们看 因为他们到现在 还有一些很迷信的做法 我刚才想问 既然二三八年之后 有没有改善呢 对佛教来说 有没有平反这些邪恋呢 是因为他基本上已经出家人 或者命令他们昏族 或者是你要出家 你要去印度 赶出去 要赶出去 要赶出去 如果你还是出家人 他在尼泊尔里面 看到就失去 所以就变成完全没有出家人 就是在尼泊尔境内 完全没有佛教的出家人 是 因为二百多年的历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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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时刻有感恩 即是我们接触到佛光 不用说 而且真的这么容易 就来听到佛法 也听到正信的佛法 不是这样的古灵精怪 就好像师姑说 他们还以为 我会拆除那些荣 動物 用血去拜佛 制佛 他们还是这样做 直到他们可以听这五个出家人说 咦 好像佛陀五比丘那样 是的 尼泊尔的五比丘 是的 就知道 原来佛教是 五个说的不实生 哎呀 现在我们这样做错 他们一直做那么多罪业 自己都很不忍心知道 所以 他们或者是改食杀 或者是以前会 骗人 偷野 现在都不会这样 大家看到人们的改变 所以越来越多人 去居医 去受计 哦 这样也好 慢慢居士 在家中 将佛佛 带入生活之中 是的 所以 人间佛教 就是在生活之中的佛教 是的 很重要 后来就慢慢 比较现代 满足 然后 从西藏出家人去 所以现在看到的 不是直接佛陀时代 像应金佛教 佛陀本来的佛教 佛陀本来的佛教 就比较是 是壮族 多些 是的 我记得上次去到 都是偏坦游坚 喇嘛 那些比较多些 是的 嗯 很感慨 就是一个佛陀出生的地方 竟然会 所谓的沦落到这样 真的很不忍心 知道 希望将来仍然有希望 希望 其实师傅 我觉得大师这本 人间佛教 回归佛陀本怀 要在印度和尼泊尔去推广一下 我们跟师姑说 请她翻译 是的 很需要很需要 非常必要 而且我也很开心 听到师傅 指示本门师姑 要发展尼泊尔佛教 而且要知道 她在那里发展佛工会 以及 教授的部分都没有说到 但OK了 总之现在建一座楼 是做教育中心的 嗯 教育很重要 始终我相信 大师的安排 在佛陀圣地里 都在做很多事情 我们也寄望 我们将来的佛学院 三美学院 这些下一代 毕业出来 真的要復兴 好像我们小三美 那样向师公 承诺 法完承诺 将来要復兴佛教 他们就是中来的老师 是啊 我们对他们的寄望 也很大 非常多谢永古法师 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节目播出 是11月6日 过几天就是 弥陀佛七 大家不要忘记 11月10日至12日 星期四至星期六 就是阿弥陀佛圣诞 多伦多佛光山寺 启见弥陀佛七法会 希望大家也合乎 回来礼佛 同尖法器 如果想重温今天节目 也可以上网 3w.fgs.ca 查询也可以打电话 905-140-465 师傅 下星期我想了解一下 今次你们回去 总本山开大会的内容 我们也会请到 人间佛教读书会的主人 辅导法师 就是弥陀佛法师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些内容 好吗? 好 多谢师傅 阿弥陀佛 更加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余事我闻 佛光文教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